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 学习黄帝内经的心得 十二时辰脏腹经络 黄帝内经中提出 十二时辰经络养生法 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 人体有十二经脉 十五落脉 每条经络会在特定的时辰内运行 属于这个时辰的经络 气血旺盛 我们只要顺应这一经络进行修养生息 就能达到养生的最佳效果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这十二时辰脏腹经络 是怎么样运作的 子时是胆经 晚上二十三点到次日凌晨一点 是胆经运作和骨髓造血的时间 是身体休息及修复的开始 应该睡觉 不是这个时候才上床 而是这个时候要处于熟睡状态 此时不宜熬夜 否则会致胆火上腻 引发失眠 头痛 忧愁 一丝等多种神经症状 晚饭吃得多 宵夜都会影响睡眠 胆有多轻 脉有多轻 丑时 肝经 是凌晨一点到三点 是肝脏修复的时间 肝经制造及调节全身血液 并输到全身 使气血调和 解毒和排毒 为人体进行清洗工作 皇帝内经认为 人卧则血归肝 丑时 前卫入睡 熬夜的人一患肝病 面色显得清灰 情之带眷 耳衣烦躁 饮食 肺经 凌晨三点到五点 是呼吸运作时间 其特点为 多气 少血 肺潮 百脉 肝在丑时 把血液推成初心后 将新鲜血液提供给肺 通过肺 送往全身 饮食 人体体温最低 血压也最低 脉搏和呼吸 都处于最弱的状态 脑部供血量少 夜班的工作人员 易出差错 重病的人 也更易出现死亡 必须注意 如果在临时经常醒来 则为气血不足的表现 卯食 大肠筋 上午五点到七点 有利于排泄 这时 天基本上亮了 天门开了 也代表地户开 就是肛门要开 把垃圾毒素排出去 所以要养成在早上排便的习惯 卯食血气流 助于大肠 此时最实意喝杯温开水 可以帮助排便排除毒素 大便里的毒素 占人体所有的毒素 达百分之五十 陈时 胃筋 上午七点到九点 每天一定要早起 吃早餐 一多一好 而不会发胖 早餐可以吃 有动物蛋白 胃在此时 最容易接纳食物 四时 脾筋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脾筋 脾筋主消化 吸收营养 这也是大脑最具活力的时候 是一天当中的黄金时间 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最好时候 是上班族最有效率的时候 也是学习的最佳时间 所以必须吃好早餐 用脾筋有足够的营养吸收 大脑才有能量 应付日常的运转 五十 心经 上午十一点 到下午一点 到下午一点 是养心的时间 最以小气养阳气 紫时和午时是天地气机的转换点 阴阳交替的时辰 五十心血推动血液运行 以养神 养气 养精 午时是阳气最胜的时候 阳气的人这个时候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最养阳气 午觉要平躺 这样可以让大脑和肝脏得到血液 养脑养肝 但午睡不能超过一小时 否则会引起失眠 否则会引起失眠 他有过午不时之说 午餐的营养价值要高 不见得要多 生食 膀胀经 下午三点到五点 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喝水时间 膀胱 储藏水液和精益 并将多余水液排出体外 精益在体内循环 小肠经把食物里的营养都吸松到血液里 此时以多喝水或茶用来吸食血液 因为人体这个时候 血液的营养很高 很粘稠 所以要稀释 这样才能起保护血管的作用 此时 头脑最清醒 记忆力最好 是第二个黄金时间 适合工作和学习 有时 肾经 下午五点到七点 肾脏升值之经 和五脏六腑之经 肾为先天之本 肾在有时进入储藏精华的阶段 此时是工作完毕 需稍事休息之时 因此不易过劳 是肾虚泽 不肾的最好时期 数时 心包经 下午七点到晚上九点 晚餐不易过腻 过多 亦少吃 清淡 餐后要休息 运动以三步方式最好 不要剧烈运动 否则容易失眠 此时 使心包经与脑神经活跃的时间 是工作学习的最佳时间 害时 三胶筋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三胶筋 掌管人体猪气 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药道 也是六腑中最大的脏腑 这个时候该休息 准备睡觉 或者是夫妻融洽的 都是最佳时间 到十点半就一定要上床了 尽量在晚上十一点半前 进入睡眠状态 人如果在害时睡眠 百脉可以休养生息 对身体十分有益 好了 到此为止 我们说完了 《黄帝内经》十二十层 脏腑经络 人的病情变化 多半是早晨清 中午重 夜晚更重 这些情况和人体的气血运行有关 也就是在不同的时辰 气血运行到不同的经络 对人体的生理 病理有直接的影响 我希望这个视频 对您的养生之道有所帮助 喜欢的话请订阅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我新的视频 我还有好多新的视频 每个星期都有播出 请关注啊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